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1日以229票对203票通过总统选举改革法案 该法案旨在回应2021年1月6日 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试图阻止对拜登大选胜利进行认证时暴露的一些法律问题 总统选举改革法案重申副总统在证明选举中的作用是仪式性的 并大幅增加了每个议院中反对选举人认证所需的议员人数 从只需一名议员增加到需要议院的三分之一议员 此外该法案要求如果州或地方官员想要推迟总统选举投票或拒绝证明投票结果 法院需要介入 韩国总统尹熙悦9月21日下午受邀出席第七届全球基金再补足会议 美国总统拜登向各国倡议募款180亿美元 以求终止艾滋病结合病与瘧疾的流行 在拍摄团体合照时尹熙悦与拜登进行48秒钟的简短对话 过程中他将手放在拜登肩膀上凸显出两人亲近的关系 据韩媒透露 尹熙悦与拜登这48秒会谈是临时插入的一个环节 拜登因国内的其他政治行程缩短了在纽约的停留时间 所以原本计划的正式韩媒首脑会谈被取消了 随后尹熙悦更是陷入了爆粗口风波 当时尹熙悦对外长朴振和国家安保市长金圣汉 以含运那些家伙称美国服务员 这些话被现场进展的事情节目下 进而秉承外交货 更让韩国网友们直呼丢脸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在9月22日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 将再次打破在机场安全检查站截获枪支数量的记录 今年到目前为止 官员们已经在机场检查站发现了4600多支枪 其中大约87%上唐 枪支拦截事件在佛罗里达州机场尤为普遍 自今年1月1日以来 已有581支枪被没收 将包装不当的枪支带到机场的乘客 将面临最高13910美元的民事罚款 无论是否被捕 如果他们无视TSA对枪支的安全预防措施 针对枪支拥有者的TSA PreCheck计划的成员 也可能失去这些特权 特斯拉正在全美范围内召回近110万辆汽车 其在美国安全监管机构9月22日公布的文件中指出 因自动车窗开关系统在检测到障碍物后 可能无法做出正确反应及时停止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这违反了联邦电动车窗的安全标准 特斯拉对此回应称 一个在线软件更新将解决这个问题 此次照回范围包括某些2017-2022年的Model 3轿车 和一些2022和2021年的Model Y SUV 2021年和2022年的一些Model S轿车和Model X SUV 特斯拉在今年8月的生产测试中发现了这个问题 车主们将从11月15日开始收到信件通知 该公司在文件中补充说 正在生产线上的车辆已经从9月13日开始更新该设置 根据文件显示 截至9月16日 特斯拉没有发现任何因该车窗问题导致的保修索赔或伤害事件 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出现剧烈波动 日本财务省22日宣布对汇市进行干预 以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 这是日本政府自1998年6月以来首次干预汇市 美联储21日宣布再度加息75个基点 并暗示加息或将持续至明年 受此影响 22日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显著走软 22日下午 日本央行宣布维持利率水平不变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 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 对支持日本经济从新冠疫情造成的低迷重复苏 十分必要 中文字幕rest 円阶 庄容 不 技能 时 人 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